我們今天這個短講是要來收集東協 對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關於居家檢疫通知書 然後追溯自主健康管理的法源依據 那這東西其實就是 是最近我和老師和其他同學們 就是法學院的同學們來討論 講的一件有確實 因為我今年8月才 欸 去年8 已經去年 去年8月才從米國回來 那呼應一下就是今天的主題 42就是二乘十字加七 我們之前知道說居家檢疫十字天嘛 然後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那但是其實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我在回國之前 一直到機場然後那個居家檢疫通知站 從來上面都沒有跟我講說 要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甚至說我還是看新聞看報紙才知道 就說有七天喔 因為CDC的網站其實從來沒有告訴 就是都是針對國內的訊息 其實沒有告訴任何國外回國人說 到底現在是要關幾天 然後到底現在就是管制要怎麼進行 那真正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我還是在收到一封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簡訊告訴我說 喔你知道你要關 就是之後還要七天喔 我才發現的 那這件就是一個滿大的問題 那為什麼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其實一般來說對於海外回國人來說 都不是一個 大家的理解就是十四天關完之後 你那七天就是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狀況 也沒有附訪就好 所以大家的理解就是十四天關完 就是你要跟朋友吃飯就吃飯 那吃火鍋就吃火鍋就這樣 然而就是今年十二月底的時候 造成就是留學生們 他就是有從國外回來的人一陣驚訝的 就是說 有一個菲律賓來的人 他就是十四天 菲律賓經專業人士在關了十四天之後 出來跟人家吃火鍋 後來確診 然後就被開訪 說你怎麼可以在這個中間吃火鍋 這是一件就是沒有辦法接受事情 但其實從頭到尾就是包含你去看 無論是網站下的公告或什麼 他都告訴你十四天關完之後可以正常生活 唯應避免出入公共場所 對 那廢話不多說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收到的居家檢疫通知書的PDF等 那你可以看就是說 這一份居家檢疫通知書 從頭到尾就是在檢疫其實 檢疫結束就只有十四天 那我們如果把它這張看成一個行政處分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知道居家檢疫的效率 可能就僅止於十四天 那他的注意事項也沒有告訴你說 就是自主健康管理你要做什麼 甚至說你如果去看症癌病防治法 或是乳患肺炎的那個條例 也沒有提到自主健康管理這件事情 那在這個之外 就是如果他不是一個對你的行政處分 一個強行的就是設定的行政處分的話 那他的性質是什麼呢 就是很令人疑惑的事情 你看他這邊都只有十四天 他也沒有告訴你說要在自主健康管理七天 然後就 當然就是有一些配搭頭照 有什麼有一些就是規定 然後但是後來 所以馬考完就是你看到居家檢疫者 應遵守事項這邊 他其實 這是我收到版本 就是七月 他是七月八 他上面寫七月八號二十版 然後我是八月入境 所以這邊還只有這樣的內容 但是等到就是我後來上網去查一下 九月的時候 就是指揮東西那邊好像又改版了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多了 就是他的內容裡面又多了一項 就是說 在九月 你看九月的二十一版 他好像就多了那個 防疫車的入住防疫旅館等等 又把它補得更詳細 然後在這個裡面 二十二版 這個時候就開始多出一人一事 所以那你就會好奇說 那在這之前 就是難道沒有一人一事的規定嗎 所以在這之前 如果你沒有違反一人一事被罰款 你都是就是額外的事情 或者說在那個 就是 或者說直到二十一版裡面 他才出現說 音音字就是這樣要管理七日 我沒有放進它 我沒有放進它 二十版 我完全不容易把它取代掉了 不過沒有關係 好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當然你就會說 嗯 那我們去看指揮中心供貨其他的東西 像是 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對象 應遵守和注意的事項 那如果 如果你去看他 注意的事項 他說當然是有在家中啊 但是他都是針對居家檢疫期間 他們有寫到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間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裡面講到到的注意事項 還有包含就是勤洗手戴口罩 那如果你說違反自主健康管理這件事情 你要把它釋成一個就是 指揮中心針對隔離或檢疫的必要措施的話 那我們從體系上來看 跟他一起規定在一起的勤洗手戴口罩 應使用肥皂洗手 你違反了是不是也要被罰一萬塊 對 那其實這個就是有點就是邏輯不太通的地方 那我們就會討論到說 那這個自主健康管理七天到底性質是什麼 它到底可不可以處罰 那到底定性上面要看它是行政處分的付款呢 它是指一種行政指導 就有點像是行政機關沒有法員依據 或是講不太出來是法員依據 但是就是請你去喝茶 或是好說展說拜託你想去做這件事情 那拜託你想去做這件事情 又跟可不可以對你開訪是兩回事情 那你可能會說 但是我們防疫座很成功啊 為什麼要問這個 那我覺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在國外國內在大外宣說 我們的防疫座很成功的同時的前提 應該是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嘛 那如果我們想要就是 如果我們要釐清說 到底自主健康管理是不是合法 或是如果我們要對外有辦法 就是坦當大家說 我們有辦法在一個民主的程序下面進行 就是保證大家都有正當程序 就是這些財法都是合理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是不是要把這個東西弄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想要跟大家收集看看 就是你身邊有沒有人就是 拿到不同版本的居到緊密通知書 因為你看到我在八月的時候收到是二十版 那前面十九版內容是什麼 每個人收到的期間和每個人收到 就是上面對你 就是行政機關給你的資料到底有什麼 那我們這邊是不是就可以統合來看說 到底這個中間條文怎麼流變 然後這中間的開法 例如說對於不論是吃火鍋的人 或去五月天演唱會的人 到底那個開法是不是可預見的 是不是他真的就是行政機關真的有 對你像一個建議說不可以去 還是他只是事後就是 哇因為出事了 所以我們趕快發一發讓大家開心 對就是事情不是這個樣子做 如果我們大家說得病不是為了 就是我們是為了要控制傳染病 而不是為了處罰人的話 那其實如果你當初沒有規範到 你就事後再把他修進去就好 而不是說就是為了滿足大家就是秤方 這個人就是防疫破口而去罰這個人 所以想要跟大家就是要要看 就是如果你身邊有最近啊 或是去年到現在回國人 就是你可以把居家檢驗通知書 拜託把個資罰掉之後再給我們這樣 就可以蒐集看看 然後應該可以做個條文的比較 對這是我今天想要講 然後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謝謝 謝謝